各位晚安的家,欢迎收看许多来,我是老徐 如果你有没有订阅我频道的话呢,欢迎订阅我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节目更新的话呢,就不会错过 好,谢谢,来 聊聊稀土啊 今天很有意思,看到有条新闻 是这个两名这个参议员 共和党的这个著名的这个反华的参议员 Tom Cotton 还有呢是来自于民主党的这个Senator 叫Mark Kelly 他们呢这个提出了一个法案要求 美国在2026年之前停止向中国来进口任何的稀土啊 咱们先不管是不是做得到啊 但是你乍一看的话呢,你觉得不合常理吧 对吧 因为按理来说,中国人有句老话叫 以笔之矛,对吧 攻击之盾 总是会用你的长处打别人短处啊 哪有人主动用自己短处对吧 去跟别人的这个长处去肉搏呢 所以你觉得 这是真的吗 这就是真的啊 你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2022年呢 其实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啊 都是各自的这个政治年 也就是对于各自来说呢 最大的这个事情啊 是来自于国内 中国是二十大 那么美国的话呢 当然就是他的这个中期选举啊 所以说国内的这个政治生态的稳定啊 超过一切 所以你从某些角度 对吧 这样来理解的话呢 可能啊 你会觉得有些不合常理的事情啊 也有他的这个 看而不容易看见的这种作用啊 那么刚才说了 这个是其中的提出的这个法案之一啊 内容之一 2026年之前停止 向中国来进口任何的稀土 2025年之前的话呢 要求美国完成啊 自己的这个稀土的战略资源储备 也就至少要够用一年 那么这两条的话呢 咱们先不说他是不是做得到啊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整个的 他的这个 大概的这个 这个提出来的这个人 也就是这个Tom Cotton Tom Carlton的话呢 其实此人的话呢 是非常的这个 在反华方面啊 是非常的这个出名 因为他之前呢 有一个有一个这个 非常著名的一个提法 被大家这个 就当一个笑话来看啊 因为这老兄的话呢 去年整个夏天时间 他呢是提出一个讲法 就是说这个北京冬奥会啊 还有三周时间 就要召开了这冬奥会啊 他说这个 中国会 因为一定会做大量的 这个核酸测试嘛 包括会有这个 符合奥运会的这个 要求的 要进行一系列的 这个反兴奋剂的 这种这个检测 采这个运动员的体验嘛 对吧 包括你的这个尿液啊 这个你整个的这个 口水啊唾液啊 会采集你的这个样本 然后呢来检测一个兴奋剂啊 所以呢 他就说这个 中国到时候会收集大量的 美国运动员的这个DNA 收集完了这个基因以后的话呢 用于制造啊 超级士兵 你再一听 你觉得他肯定是对吧 这个Marvel漫威的电影看多了 怎么美国队长的这个剧情 都当成真的了呢 但是其实啊 你仔细想想啊 尤其是像一些这些共和党 特别幼的 非常非常右翼的啊 听上去那些这个非常荒诞的这种这个提法也好 法案也好 其实未必是没有道理 因为有些人他这样讲的话呢 他是为了不说别的吧 至少说啊 可以拉动民粹 拉动整个的这个民粹 从这个角度啊 把整个的这个这个支持率能够拉上来啊 这个是一定是有作用的 包括说你说这个中国目前来说啊 整个中国社会的话 其实民粹也是挺厉害的 对吧 大家应该深有体会吧 最近整个的一两年时间 尤其是这个中美关系 越来越紧张的此时此刻 非常厉害 稍有一个人出来对吧 轻轻的一扇风 对吧 整个的好像就能够啊 扇起一大片的这个波澜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以前好像没有那么大民粹呢 对吧 美国也是特朗普之前 为什么就没有那么大的民粹呢 其实很简单 也有 但是呢 第一老特呢 是一个政治的一个素人 他呢 把之前这个美国所有的那些啊 这个那么多年以来维持的那种 这个虚伪的面具啊 全都给你揭穿了啊 还有一个本质 就是说这个确实是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 中国也是美国也是 这个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 三个国家美国 印度 中国 可以这样来说啊 所以说你说这个你看着美国的话呢 目前依然走在他那个对吧 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这道路上 你看经过去年一年对吧 他们整个的超级富翁 整个的资产呢 又是翻了几倍 你像那个马斯克的股票 对吧 他不但啊 没有抛 还在继续的买进 人家就是这么了不起啊 但是你反过来 你再看看中国呢 共同富裕 对吧 三次分配 你看看之前野蛮生长的那些 这个属风流人物 对吧 当年一个个的 每天不敢说吧 至少每个星期那几张脸都要出来走一圈 现在呢 一个个的都开始修身养性 归隐山林了吧 所以说中国的话呢 我觉得是真的是开始 是开始修炼内功啊 要把一些这个野蛮生长的啊 这个不合理的一些东西啊 把它要一点一点的开始调整 当然你说不可能面面俱到吗 但是至少说这个方向 就是对的 因为你在这个道路上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 一定是不行的 别的不说 你就看看中国这个最新2021年的这个出生率 都已经创新低了 对吧 当然一会儿跟大家来说 美国的这个出生的这个数字的话呢 更加惨不忍睹啊 咱们先来把这个稀土的新闻先说完 这个Tom Cotton的话呢 当时除了提出这个超级士兵以外啊 香港的黑暴乱里面的话呢 也有他的影子啊 当时整个的这个支持香港黑暴乱啊 有一批这个美国人在后面这个不停的煽风点火啊 叫得最响的 咱们呢 一共制裁了他的这个十一个啊 这个国会议员 其中有一个的话呢 就是 共和党里面的这个Senator啊 Tom Cotton 所以这一次的话呢 听上去荒诞啊 但是由他嘴里说出来呢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啊 因为他本身演的那个角色啊 就是反华反的这个最热烈的那个啊 每次出来的话呢 就是 就是涂脂抹粉吧 啊 整个的那张脸化妆化好以后的话呢 上去哇哇哇一叫啊 然后就然后就下来 该干嘛干嘛 该该领多少钱领多少钱啊 就这样 当然你要说这个 他本身这个 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表面上看的话呢 你要知道啊 像这个 像这个美国每年都要采购大量的 包括说这个Loki Martin 包括说这个Racing 大量的一些军火商 大单子啊 当然在这里的话呢 稍微要多说一句啊 这个你像那个洛克希德马丁也好 雷神也好 不是说我啊 一定要这个喜欢装逼啊 要跟你要蹦几个英文单词 蹦几个英文单词的话 不说明任何问题 因为现在小学一年级开始 已经学英文了 当然已经没有作为好像 主要的要考试内容之一嘛 对吧 当然这个这个 这个做法是不是对啊 我自己保留意见啊 我是觉得 怎么可能还 还有人觉得英文不重要呢 对吧 第二外语都那么重要了 现在怎么有人会觉得 英文是不重要的呢 咱们先不说这个啊 我之所以有的时候喜欢啊 把一些原来的一些英语表达 想告诉大家 让大家知道啊 因为我最早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啊 其实我吃过这个亏啊 我最早来到这个国外的时候的话呢 其实这个 很多东西不会说嘛 这个 有时候的话呢 你说跟这个同学也好 同事也好 朋友也好 社会上闲散人员也好 聊着聊着呢 有时候这个不满不免啊 你就你知道这个日常生活的那些流水账 这个还好说 但是你要聊到一些虚的虚拟的 就是不是说实体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你要聊一些意识形态的社会社会制度的 对吧 这个很多东西 其实你还真的就是 你要解释的很清楚挺难的 尤其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人 去过中国的还好一些啊 他知道你大概在说什么 如果从来都没有去过中国 有时候你如果表达的不是很贴切的话 非常难啊 比如说你说中国的选举制度 你怎么跟人家跟人家讲呢 人家从来没有这种一党制的这个选举制度 没有见过啊 他觉得你们国家没有选举制度的 但其实是有的 我一直说嘛 就是selective and elective system 我们是选拔加选举 包括你说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你怎么跟人家说呢 one bell one road吗 你这样说的话他也许也听得懂 但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啊 一带一路 bell and road initiative 这个是我们官方的这个主动啊 建议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还有有一次我记得这个 我们聊到一个什么东西啊 就他好像啊对他他那个说了一个这个utopia utopia我当时不懂啊 我以为是一个国家了 但后来我一查的话我知道那是乌托邦的意思 就是说呃想象中的非常完美的那种这个理想型的那种社会啊 那那个世界 其实跟现实中来说的话呢 它是不存在的啊 就是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个 这就就就只带的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存在吧 但当时的话呢 我我想了半天我没想起来那个utopia是什么 所以呢就就变成说吧 这个反正经过经过这个我自身的这种这个经验体会啊 尤其这个昨天啊做两期节目的话呢 感觉好像是英文单词单词说的好像多了一些啊 因为网友给我提了意见 他说我要我要我要还是尽量多说中文 这个这个怎么讲的 有时候啊 这个做节目可能讲的快了 稍微就不讲究一些啊 我尽量就是还是多说中文吧 但是如果有一些东西 我觉得英语表达也有必要让大家知道的话呢 我会说英文 然后同时我用中文来解释一下啊 这跟装逼没关系 要装逼的话 你应该用小语种来装逼 对吧 你至少也要说个什么阿拉伯的这种话啊 那这个真的是没几个人能够听得懂吧 英语装不了鼻 英语英语其实就跟一个方言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说回来啊 那么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其实表面上看很简单 就是美国整个的他的这个petagon 就是五角大楼 因为每年有大量的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的这个大单子 就是要向哪啊 各大的军火商 包括波音 包括雷神啊 包括刚才说的Loki Martin 就是要向他们采购大量的战斗机 对吧 飞弹 导弹 防空系统等等 那么这种 这种 这个你有这个 巨额的这个订单在手啊 就是要求那些军火商的话呢 你跟中国 你要开始脱钩 当然这个姿态的话呢 是显示出啊 美国要把这个稀土的供应链要拿回来 至少说啊 他要重新要整合 他想他想法是这样啊 他要希望重新能够整合 其实他的动作不是现在开始做的 这个稍微多说一句啊 其实美国的话呢 早就从这个十几年前就开始布局了 自从他把这个稀土产业 从他的本土剃掉以后 为什么要剃掉呢 因为中国在稀土行业 这个产业链的顶端 为什么在顶端呢 第一是我们储量世界第一 第二是我们整个的这个 生产的这个提纯的技术 这个是世界第一 就徐光县院是带动一大批的这科学家 几十年呢 在这岗位上这种奉献 所以说美国造成什么 造成一个结果说 他的这个国家的稀土开发出来以后 他要运到中国来提纯 本身开采 当然污染很大嘛 对吧 但是问题就算他愿意去做 他整个东西 你要知道稀土 它是不是不是一个锂矿就锂矿 锂矿里面混着各种各样的 对吧 铜啊污啊 各种各样东西混在一块的 你要提出来 这个是中国是技术 是世界第一 而且是独步天下 那么那么就是因为中国有着技术 所以你是 你就造成说今天的话呢 你世界各地 你像很多地方的 其实也有很多稀土啊 你比如说南美洲 很多国家啊 都有 但是问题是这个提纯的技术啊 中国确实是最好的 但是我必须要说 首先第一个 不要小看美国 美国和欧洲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布局了 不要觉得中国你稀土牛逼 人家早就知道这个是战略资备啊 战备的这个资源 早就开始布局了 你像欧洲08年开始就有一个叫做原材料 整合战略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欧洲的范围之内 整合他所有的 包括矿产 包括稀土 包括能源 他要整合这个资源 就在欧洲的范围内 欧洲范围内的话 你先要保证什么 自己自足嘛 就是用来对抗整个的美国 对吧 和亚洲 但是问题是他选的这个年份太差了 08年你想想 金融危机啊 金融危机本身你就是要保持经济稳定啊 不能说首先保持你战略资源 这个整合啊 所以说他选的这个年份不好 但是走到今天的话呢 靠着和美国用的一样的方法 就量化宽松 放水啊 大量的这个印钱以后的话呢 把自己国家的经济盘 基本盘稳住了 稳住以后呢 然后直到今天呢 确实是 至少是不敢说领先吧 欧洲的话 起码说他在这个稀土行业是不落后的 反过来 你再看看离我们最近的邻居 日本 日本的话 你别看他是一个这个资源的警却国啊 其实美国在日本是花了不少的这个精力 一直在布局 比如说去年日本五月份 南美洲 玻利维亚 就跟他们做了几个项目 一个呢 给他做了这个一个发电厂 做了一个发电厂 还有还有给他的这个大量的公立医院 接了这个太阳能的这个仪表盘 这他做这两个东西啊 不是为了这个玻利维亚的这个 这个 就是单纯的这个金钱的这个收入啊 他是直接看中的是玻利维亚的锂 你要知道全世界最大的铃矿就在玻利维亚 打一颗高超音速导弹对吧 打出去制导 为什么高超音速导弹去你整个美国 那么紧张呢 插一个题外话啊 因为这个东西是超出他的这个技术范围了 安理说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他能研究出来才对 但是问题是他自己现在没有没有做成功 但是俄罗斯和中国成功了 甚至连北朝鲜都说他成功了 对吧 有些国家就这样 成功了都给你装了像没有成功 还有一些国家呢 没有成功都给你装了 对吧 好像我已经成功了好几次一样 美国他自己没成功三次都失败了 他的技术不对啊 他是还是用用的那个老派的啊 就是火箭不是应该一节两节三节吗 对吧 他呢还是像一个发射航天飞机一样 就是说推到一定高度以后的话 二次起飞用一个发射航天飞机的这个技术发出去 就失败了啊 我是觉得他根本上的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 几次都是失败 所以说他现在非常着急 因为你要知道啊 美国每年这个 他的这个军事预算七千多个亿 你像这个今年的话七千七百个亿 中国的两千五百个亿 差不多呢 是他这个三分之一吗 但是你要知道啊 美国 他因为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高超音速的武器啊 你在一个点上的科技的突破 很有可能就让你之前所有的资本积累化为零啊 比如说你说中国的这个中岛对吧 你有十一个航母没有用啊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密集型的攻击 你十一个航母舰队全开过来 你敢开到我的这个台海里面的话 你在单位的时间里面你承受不了这个密集攻击的这个火力啊 咱们只是从这个战略的这个战略的这个能力上来分析 当然不可能是这样打的 不可能中国美国不可能是发生热战啊 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从这个战略的能力上 你把它这个就直接就压过去了 这个直接就改变战局了 包括说你说这个高超音速的武器 你在科技上一个点的突破 你之前可能说啊 你所有的那些资本积累都完了 全都化为零 他当然着急嘛 对吧 所以咱们先不说这个 就是告诉你这个礼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的话也一直在布局 包括说后来的话呢 还和这个玻璃维亚 还进一步谈了很多东西 像这个羊驼的这个纺织的这个纺织业的那种这个贸易啊 他跟这个玻璃维亚在保持关系 就是为了稳住他的这个礼矿 因为日本本身来说 他是资源紧缺国嘛 而且日本为什么有这个 这个能够能够走得进去呢 那就是美国嘛 如果你今天中国你要走到玻璃维亚 你走走看 哪那么好走啊 美国希望日本能够走进去 对吧 他能够在日本也好 在欧洲也好 有很多布局 然后呢 通过长臂管辖 对吧 美国人最善用的一招 到时候的话呢 我就让你乖乖的把你的这个储备的稀土给我 所以看美国的稀土储备啊 不要光看他国家自己的这个数字 你要把这个欧洲的一部分 尤其把日本 整个的你要连在一块看啊 将来的世界一定是一个离婚的世界啊 就是一定是两家人家 美国自己是一家人家 中国自己是一家人家 在不能够这个分开的地方 双方很勉强的 继继续做着 反正我们是赚着钱的嘛 对吧 我们我们无所谓 做就 你愿意跟我做就做嘛 对吧 不愿意做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内循环 我不但是最大的这个 这个供应链 我还是最大的消费链 就将来一定是这样的啊 你从这个5G的这个行业啊 你已经看得出来了 将来我就告诉你 也是两个标准 就跟苹果和安卓的操作系统一样 也是两个标准 一个叫中国标准 一个叫美国标准 但是真正的竞争的话是在六级啊 咱们先不说这个 咱们说回来啊 咱们就这么说吧 其实给我的感觉的话呢 表面上看啊 他的这个 要通过这个法案 是想把这个稀土 稀土的这个供应链能够拿回来 其实的话呢 他的作用是两个啊 第一个作用 大家知道有个词叫军工复合体 对吧 美国那些这个刚才说的 这个Loki Martin 包括雷神啊等等 他每年就是大量的 对吧 通过这个CIA 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兴风作浪啊 折服 长达数年 把人家挑挑挑挑缩的这个颜色革命 以后的话呢 然后这个该卖军火卖军火 然后卖不了军火的话呢 甚至直接把这个部队开进去 你要照以前的话呢 直接就干了 但现在的话呢 首先你看这个 伊拉克 他的这个部队基本上回来了吧 叙利亚也不会再去了吧 然后阿富汗 去年 整个你也已经看到了吧 没有其他的力量了 因为太这个怎么讲 劳命伤财的事情啊 你虽然有一部分人是赚了赚了这个很多的钱 但是问题是后遗症也很大 但是他不管 他还是会用 不做军火的话呢 那就换一个东西 继续还是要有这个文章可做 你别的东西不敢说 你说你反华 这个在美国绝对是100%的政治正确 对吧 反华这没问题的 这肯定是对的呀 对吧 反华和中国这个表现强硬 我要这个 不从中国 这个要进口稀土 为什么我第一反应看到这新闻觉得好笑呢 你要知道这稀土啊 目前储量第一的是中国 储量第二的是谁知道吗 俄罗斯啊 中国跟俄罗斯 两个和美国关系最好的国家 他现在说是自己在稀土上 要能够自力更生啊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啊 不管他说的真的假的 但是但是他的这个作用之一 他是他是希望能够做成一个稀土复合体 只要你有了这个法案 紧接着是什么 就是印钱呢 为什么现在每一个东西要做成法案 做成法案 第一拜登能够给自己什么 留政治遗产 因为他他也知道 他不可能再有第二任了 虽然我很支持他连任 但是拜登99%不可能再第二任了 对吧 现在看起来甚至甚至有有这个消息说啊 共和党到底是不是三年以后还是推特朗普 我不知道啊 他呢反正也藏了挺深的啊 因为到时候的话其实还是有对手 民主党的话呢 那个希拉里要要重新再出来了 说美国就选不出一个75岁以下的人吗 啊 也不要说多年轻 你就选一个75岁以下的都选不出来吗 非一个个的都到了这个岁数啊 这个国家就真的真的是 我是觉得选谁都不行了 他整个的就是说这个通过 这个这个立法也好 通过这个拨款也好 只要有了这个拨款 他就能够继续用了之前的那个军工复合体 摸一样的东西吗 就把它做成这个稀土复合体不就完了吗 你再拨个对吧 几百几千个亿下来 你说你要大力发展自己稀土行业 然后一样可以赚一拨钱啊 而且还不用去打仗 还不用死人 多好呢 包括说你要看到对吧 这个东西其实是对这个拜登自己的这个选情 不敢说有多大作用吧 但起码是一个姿态的一个表现啊 展现出他对中国的这个强硬 这个呢 我是觉得其实才是他真正的意图 希望能够给自己啊 多做一些业绩 四五月份要到了 很多地方的这个改选要开始了 到时候的话 你也不用看别的 你就看到时候拜登出现在哪些地方 你就知道啊 哪些地方到底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怎么样 因为很简单 那些这个 那些有一些这个他的这个众议员也好 一些参议员也好 如果自己也要改选的话 如果你总统干得好 我肯定会主动请你来 对吧 你帮我站一站台 然后呢 我也有面子 你也风光 然后咱们两个人一块啊 把这个事情就搞定了 反过来 如果你干得很差 这个拜登电话打过来说 我来帮你站台吧 哎 你别来了 这个咱们这里最近这个新冠疫情很厉害的 你你就在这个家里就行了 所以你一听就知道了啊 就证明说你干得不行 你只要到了这个四五月份一看啊 拜登在电视机里面出现的频率 你就知道他今年整个十一月份啊 这个通过的概率有多大啊 反正我估计是挺挺挺够呛的啊 好吧 反正我 我是大概的对这个稀土的这个新闻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看法 我是觉得表面上看的 他是想把这个供应链拿回来 但其实的话呢 他那种这个通过这个就像以前军工复合体一样的模式啊 要做一个所谓的稀土复合体啊 还是用一样的模式通过拨款 然后呢 这个拿到大订单在里面赚了钱 极少数的千分之一的人能够得到这个巨额的财富 一样的这个钱是用不到老百姓身上的 你就看美国最近这个一年里面印了四万多亿 四万多亿的这个钱有多少撒到老百姓身上了呢 这个国家就是这么回事啊 同时的话呢 也是对于这个拜登啊 这个中期选举选情上 他想做一些业绩啊 其实说白了 这个跟这个拿回稀土啊 我倒觉得关系并不是特别大啊 但是也不要低估欧美的这个布局 最后我要加一句啊 中国在去年年底这个十二月份 对吧 国资委挂帅成立了这个中国稀土集团 先整合好自己内部 拳头捏起来 然后下一步就要打出去了啊 我是 我的观点是这样 我是觉得中国打稀土这张牌啊 以早不以晚 为什么 你这张牌你现在打 说句实话 你打的这个时间也许也没有很长啊 再过几年 如果他自己真的准备的挺充分的 你稀土这张牌就没有了 所以你就应该现在对吧 有这张牌的时候 整合好了以后 马上就得删谈 对于美国这种国家 最好的沟通的方式 就是先抽他五个嘴巴 抽完以后 他比什么都明白 你跟他在那讲道理 对吧 你跟他在那讲 什么什么什么 我对你表示严重的抗议 谴责没有用 五个嘴巴 他什么都明白了 所以说我是觉得中国稀土这张牌 整合好了以后 马上就要动手 以早不以晚 再过个几年 对吧 日本整个 这个稀土的这个储量也很多了 欧洲 他整个也一直在布局啊 所以你 你这张牌就没有了 咱们再密切关注吧 因为稀土的话 确实 这个 挺重要的 挺重要的 咱们再进一步的这个 关注一下看看 那么这期新闻的话呢 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还是欢迎大家订阅收看我频道 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帮我分享到其他的平台或群 好 那么这期就到这儿 谢谢